9、4、1, 觀眾的覆,他就想問,就公佈業績 他都已經有貨的了,就51元有貨 現價再加著的話,怎麼看呢? 51元,說真的,如果51元,現在加就有些無謂的 差不是多,說真的49元多 除非你說,那個情況就是,我本身的預算都已經 是買不夠貨的,不知道的,可能大家有些很大戶的 那時候數不夠貨,現在補賣 那些是另計,那些是有利的 但如果你說,通常的情況就是,又是很流行的 買了,接著跌了一點點,好像可以再來過 不如混賣吧,你混賣到歐北我就不建議了 是的,就是這個,還有整體始終都是 業績前才來買東西,這些都是一些 除非我們通常的做法是什麼呢? 業績前通常是跌到有些過路 或者,業績前那兩天就無緣無故會很狠聲 就是這些,但是後者是牛市 才會嘗試在業績前做的 否則通常在業績前就吃花生多的 是,即是索性都是等它公佈才算 是的,因為其實,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的情況就是,第一,就沒有那麼容易猜到 尤其是中資股更加難猜到 是的 那,你又要猜到業績 又要猜到市場所預算的業績好不好 即不是那些這麼簡單的Single的 必不必的那些東西 即是,而是有多些少 即是,其他的因素影響去 去令到你究竟,之後會炒不炒 那,所以反而是,很坦白 這個位置就,無謂駁那一下 而是,寧願就是,譬如如果開出來 就是,當作剛才說 哦,原來宗移動,出了業績 喂,真是沒有市場估得那麼差 那些日子沒有倒退 可能有,有一點增長 那樣東西,大家覺得都不差的 那,其實它可能爆開 但是它爆開之後的量績 即是,在這種情況 雖然你問我,我就傾向 不是太,覺得很理想的 這段時間,都仍然有些人 肯買國企的原因是避險來的 即是,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好些 即是,中移動才是避險的 是的,中移動肯升你的市場 你不要看得那麼好 即是,老老實實 譬如,如果是覺得港股也好 甚至乎A股,都是在現在這些水位都 所以,需要夠的了 會升上了 其實就不會買中移動了 沒有意思的 是的 即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坐中移動 你遇到市場 就算不是大跌,都是慢跌的 是 那,51元水平,我覺得可以的 但你說51元,然後 49元,即是50元,即低1元再混 那,有沒有很大意呢? 不是太大意的 你如果是混,我就 即是你混可能業績後 然後見到跌得很差 那些,那些你才考慮做 就不是現在的了 那,51元 我可以買賣 那,51元 可以買賣 我可以買賣 你,你們 你,我買賣